北捷每一天的酝酿上看200万人次 但是炎炎夏日 上下班时间车厢人挤人 又闷又热的 还有浓浓的汗臭味 就像在集中营一般 让民众抱怨声浪不断 台队市长蒋万安在昨天拍板 决定要调降北捷夏季空调的温度 非尖锋时刻的车厢冷气将调降为24度 尖锋时刻则会调降为23度 不过也因此 每个月可能会增加200万到250万元的电费 刷卡进站这是通行族每天的日常 但不少人忍不住山啊山 车还没来就汗如雨下 只不过进到车厢里头恐怕更惨 上下班客尖锋时段 车厢集的水泄不通 不只又闷又热 还弥漫难闻的汗臭味 简直就像大烤箱 民众热闹受不了 大家的心声 市长听到了 讲完脸书霸气宣布 北捷48小时内降温 原先北捷高运量时 车厢温度维持25.5度 维护县车厢则是25度 现在将调降为 非建峰时刻24度 建峰时段 比照餐厅为23度 最近因为台北市盆地碰到 百年的升温 很多的民众来跟我们反应 大家的声音我们都有听到 不过有民众质疑 北捷冷气不冷 是因为经济部寄出现温令 但能源局澄清 截运车厢并不在规范范围内 但车站站停环境温度 必须维持在26度 就像车厢或是说 我们自己开的小汽车里面 这些是没有纳入管制 或建议的范围 但北捷平均每年亏损13亿 冷气温度一条降 每个月粗估将增加 200到250万元电费 是否有可能影响票价调涨 运量的确有增加 但相对应当然就会需要 投入相关的成本 目前相关的费用 我们都是可以支应 气温不断创新高 为了让民众有舒适的乘车体验 北捷冷气温度也得滚动调整 记者欢迎张元杰台报道